What's up guys,我是可依老潘马思瑞 今天我要分析一下潘伟博Wilberpan的英语 我要分析他的发音语法还有节奏感 所以潘伟博的英语到底怎么样 如果你想跟我续习英语的话记得一定要订阅 然后按一下这个小铃 这样我一发视频你就会收到通知 那潘伟博是在美国出生的7岁去的台湾 然后在那边生活了到18岁 18岁回到美国待了两年 然后就回到台湾还有大陆发展 这个就是他最近的一个视频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所以潘伟博的英语到底怎么样 也认为我能玩 但是很棒 好 OK 反正在美国总共生活了9年 然后在台湾的时候一直上这些国际学校 他说的很流利是理所应当的 反正如果你看中国有嘻哈中国新说唱这些节目 偶尔也会听到 那最开始我们就看他跟这个女孩去介绍一下自己 然后可能跟你课本里边的这些特别正式的不太像 他就说 Hey nice to meet you guys My name is Will 我们再听一下吧 Hello Hello Hi Nice to meet you guys Welcome Hello I am Jelinka Jelinka Nice to meet you Hey hi there Nice to meet you guys 所以Hi there 这个其实就是在美国比较常见的一个比较友好的一个说话方式 他是在西佛金亚州说实话是有点村的一个地方 但是反正那边大家都会非常的nice 就特别的好客很友好 And he says nice to meet you guys My name is Will 很简单就不用说 Oh 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And you 这些其实我们很多人都不会这么说话 Just nice to meet you guys Hey it's great to meet you 这些表达 就会听着更自然一些 就不用有特别客套的这种长的一个对话 那这边他用的两个词 一个是我自己经常用的 另一个就是在视频里边不怎么说的 但是我经常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就会说的 一个是guys 一个是man But what's the difference 这两个又是什么区别呢 用法确实不一样 所以我们现在再来听一遍吧 Hello Hello Hi Nice to meet you Welcome Nice to meet you Hello Hello I am Jelinka Jelinka Nice to meet you It's also the a home You know to all basketball fans And so we're really really happy to have you here I know you're a great basketball fan I love basketball so much But it's my wife Even like So he has nice to meet you guys Nice to meet you guys 然后第二个就是 I love basketball man 那这两个有点拐 很多人都会觉得 Guys就是大家伙 或者小伙子们什么的 Guys 如果单独说就没有s的话 那其实就是指这个哥们这男的 但是我们跟复数的人多个人说话的时候 我经常可以说guys 就是我自己每一个视频的开头都说 What's up guys 我是可以老房马岁 所以guys就不管是男的女的都可以使用 但是如果是跟一个人说话 一般不会这样对对方说 就不能说hey guy 就感觉有点挑衅 可能就先跟他打起来 这可能就会用下面的man man 所以man这个就会听着 也都是挺友好的随意的 man 那这里这更多就有点像哥们 就是兄弟啊 这种感觉 然后要注意的就是man 这个词一般 如果跟女孩说话的话 都要说man 他这边说的 I love basketball man It's my life 就感觉有一点点怪 因为在跟一个女孩说话 记得man man是你对你男性朋友说话的时候 而且是一个非常随意的场合 就是我跟danny说话的时候 我经常都会说 hey man you a man what are you up to hey man what are you up to 所以如果你有个外国朋友 你先给他发个消息 然后问他 你干嘛呀 就是hey man what are you up to 但是记得如果是女性的话 可以说什么 就可以把这个改成hey girl 如果你自己是女孩的话 你给你的女性朋友发 他就可以说hey girl 如果男的对女孩这么说 就感觉有点怪 如果是这样的话 男女之间的这种称呼 怎么称呼 他其实就可以直接说他名字 就可以 so moving on 我真觉得他有一种非常接地气 毕竟他是参与中国新说唱这个节目 所以他的说话方式 就会比较偏这种 之前说过黑人英语这种感觉 记得黑人英语这个词 我就不喜欢 而且如果是英语的话 就不是black people English It's called African American Vernacular English A A V E 然后不仅是黑人会这么说话 这个就是一个地区决定的 所以如果你在这么一个圈子里边 经常混 不管你是什么肤色的 什么种族 很有可能你就这么说话 Now moving on 他还说一个词 我觉得还挺好的 就是大家可以记一下 I love basketball so much but it's my life even though I can't play but it's my life 所以life那就是人生 那这边是什么一个用法 就是这个东西是我的一切 就是我特别喜欢 就是这个兴趣爱好 这个是我的passion 我人生中最喜欢的一个东西 一般来说这指的就是你所从事的领域 或者你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个兴趣爱好 so for him basketball is his life 那如果你看过我的很多视频 你应该知道我特别喜欢语言学习的 所以就可以说language learning is my life 或者如果你在描述我 的话就可以说language learning is Chris's life 然后还可以说什么呢 我有一个朋友他从小就跳舞 所以对他来说dancing is her life 这就是一个特别简单的剧情 但是如果你能用的话 那就会听着很地道 这个我就觉得是今天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知识点 就是even though 如果您把这个搞定了 不管是你的口语 你的写作 你的输出 各个方面都会变得好很多 so一定要记起来 然后回去复习一下 那后面呢他又说了一个 中国人经常犯的一个错误 他说对了 但是这个我觉得指的一题 就是这个 I love basketball so much but it's my wife even though I can't play but it's great good even though I can't play but even though even though I can't play so even though 是什么意思呢 虽然我不能打 虽然但是这么一个剧情我们提过很多次 就是even though等等不能加but 这文里是虽然但是 但是英文你要么说even though 你要么说but 不过我这边要提的是 even though的正确用法 因为很多人经常说错 是even though 一般指的就是现在的一个条件 或者过去发生的一件事情 所以even though it's raining we're still gonna go out even though it's raining we're still gonna go out but even though the weather was bad we still went out 所以刚才第一个是现在发生的事情 第二个例子就是过去的 如果你想改成一个将来的一项假设 如果明天下雨的话 那我们还是会出去 even if it rains tomorrow we're still gonna go out even if it rains tomorrow we're still gonna go out 所以记得一个是even though 指的是现在或者过去 一个是even if 指的是将来或许要发生的事情 如果你单独用一个even去表达 虽然或者即使即便啥啥啥 这就不对了 那even是什么意思呢 单独的even是善致 nobody likes him not even his parents 就没人喜欢他 甚至他父母都不喜欢他 这例句不知道卖什么 这就是我想到的第一个例句 but anyway even单独的就是善致 这个现在了解了吗 一定要回去记下笔记 复习多造几个句子 然后记得 even though 是现在和过去 even it 是将来 anyway let's keep going i mean i represented my country obviously a small one switcherland wearing your national team jersey and be out there and you know just do what you do best and what you love to do yeah that was great very respect for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wow all these different jersies yeah these are yeah Jersey就是球衣 如果你喜欢 任何体育运动什么的 足球啊 篮球啊这些 所有的叫 Jersey 他们的球衣 but from the championships okay um yeah stuff that they actually wore okay wow and here for example wow i know this will be very interview okay so this whoa is from the 2006 world cup in japan this is what yao me all right soy这边 听他说的两个词 他前边说的一个是 okay yeah stuff that they actually wore okay wow and here for example okay wow i know this will be very interview okay so this whoa is from the 2006 world cup in japan this is what yao ming wore this is what yao ming anyway 第一个他说的是 okay wow okay wow 一般我觉得可能就是 没有那么让你吃惊的事情 就可以去说 okay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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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或者就是觉得 嗯 挺好的 挺有意思 我之前都不知道 但是他后面就比较吃惊 比较兴奋的时候 说的是 wow 他一下子就拉长了 然后他声音就变得更低了 所以就可以注意一下这两个 然后就跟中文 我见过很多人说 wow wow 就是这两个字 就不要这么说 因为听着有点怪 所以就是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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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就是 wow so just just wait here one second wow 他要干嘛 还是不要送我礼物 wow how come so how come 怎么来 how come 意思就是为什么 就比如说你跟几个朋友在一起 然后问 哎 今天要不要去那个派对 说我们进入去不了 说啊为什么 你可以问why 这个完全没有问题 不过你还可以用一个更地道的 更随意的一个 就是 how come how come 我不知道这个是来自别的语言 都有一个外来语之类的 但反正就是听着挺地道的 那我听了这么多 我觉得有很多非常重要的表达 记得success successful succeed 这些具体的用法 然后我们提到even though even though even if 还有单独的even 这些有什么不同 一定要记下来 记笔记造句子 然后这个一定要记得 因为不管是口语还是写作都很重要 那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关注点赞转发 然后记得我们这边 还有一个列表 可以看更多的这些明星口语分析 now who do you want me to analyze next let me know in the comments below and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